从中心街尾土地公庙的巷弄里转进来 常常可以看到老人们三三两两 先坐在老茶坊前聊天 空气里弥漫的落寞与沧桑 似乎在告诉你 这里就是南门老街咯 南门老街是由这里 一直延伸到许氏家庙前面的横向街道 早年金门税圈处前面的民族路是汪洋一片 船只可以直接靠岸 因此早在清代时 南门街就是一片繁荣 有很多船家在装卸货 金门岛各地的民众也会来这里卖菜卖海科 老街上有杂货店剃头店菜馆茶坊 人来人往地热闹了好一阵子 民国之后 后普渡船头因为约积严重 船只再也无法靠岸 人潮慢慢散去 南门老街于是黯然地退出时代舞台 走在南门老街的巷弄里 老店铺早已斜业打烊 只剩阶尾的南门天后宫 依旧香火鼎盛 据说后普渡头在康熙年间就有大妈祖庙 但是确切年代已不可考 不过应该是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天后宫除了妈祖之外 庙中的主色神明是蓝冰王 这是后普南门境的境主 当地人传说 天后宫的风水是一个蛇穴 因此有求必应 而且每当淹水的时候 庙的四周汪洋一片 却总是淹不到庙门口 八二三炮战时 这附近也都安然无恙 大家都认为这是妈祖的庇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